梁子就结下了 咱们看一看一会儿科莫托和桑顿这两个人对上了 是不是还有一些报复的情况 撒队挺快 好的 船到身后了 别看就这么一调整 一下这个时机就耽误了 刚才那个麦孔跟蒙托里 我就跟在那儿要用脚滑拳似的 你不动 我不动 假动作在那儿不停地做 哎呀 这个 飞哥 打了一根缩枪 他想再往前给这个巴洛特利 我们再看一下啊 你看这三角的脚抬这么高 其实你做一个贴地的话 哎呀 这下太狠了 这一项衣服都给登破了 这一下桑顿会不会在赛后 要有追加处罚呢 有可能啊 挺土实的一个 看何人是否上诉 挺朴实的一个孩子 千万别学这些坏毛病 你看马尔蒂琳 他就从年轻的时候 他踢球 你看出这个人的人品 非常规矩 很规矩 他有的时候犯规规犯规 但这种很 就是很粗眼的 很野蛮的那种 还没有 所以说要想成为一个伟大的球员啊 再给提升的这个不光是球技 嗯 好 嗯 谢谢观看 凯比亚索把球踢出边线 你别说凯比亚索 这几场比赛打中位 挺好的 中规中矩 而且卡位非常准 表门 沃伦萨队应该抓紧时间调整 时间不多了 因为你换人的话 你也要给新上来的队员 一个适应比赛节奏 进入状态这样一个时间 这个球裁判判得很准 打腿出界 巴尔加斯 下半场国际团队打的没有上半场那么流畅 在哪里 没有上半场那里 完全没有办法 梅洛在场上还是在没有目的地乱跑 我相信这个时候如果把梅洛换下去的话 他今天晚上会很郁吗 应该不会换他的 其实这普兰德利的用意 无外乎就是想把他往前推 让佛罗伦萨的原本 这个前场显得很苍白的进攻 打得更丰富一些 能在前场组织起下模下样的这种地面进攻 今天这个 首先你得其他人都围着他提才行 现在佛罗伦萨得缺这个 你看 古兰马诺维奇 木途 蒙托利沃 你看蒙托利沃 确实是难堪重任了 对 这球处理的多仓促 多简单 前两年给人的感觉啊 眼前一亮又一颗希望之星 的确他就是缺少大降风 这球裁判没给 确实踢到了一部的右脚的脚踝后面 右脚的膝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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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发紫 都发紫 比赛来到70分钟 比分还是1比0 国际米兰队在主场领先佛罗伦萨 几拉 这是尼罗 撞倒一个 至少一个讲究 把帕洛特利给撞倒了 这球想过 想过人没过去 其实有的时候这种球也很难办 你说到底是阻打呢 还是带球撞人 赛塔尔就是这么说的 巴特特利没动啊 他自己带球撞人撞过来的 你为什么这球不吹呢 从这个侧面来看慢镜头的话啊 梅洛也确实是没有什么犯规 哎 有的时候带球撞人和阻挡犯规 这就是在裁判的一念之间 看你怎么判 但是刚才呢 巴洛特利啊 确实是先卡住了位 是然后是这个梅洛撞了上去 嗯 这个挺有意思啊 这个问题 可以 有兴趣的可以去研究研究 你说他站那儿没动 要是有一人就过来 往他身上撞 把他先站住位置了 这到底算阻挡呢 还是带球撞人呢 不过刚才采马也没吹阻挡 确实也不太好吹 篮球里头有带球撞人 篮球里边可没这个说法呀 巴洛特利小活儿 肚子里有气 干什么 不是那种费人吗 没什么呢 我们可以是用上锁迄问题